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美国宪法呢 其原因在于 因为我们自己和后代 想过上良善向上的人生 其实这也是我们虽然有各种背景 但是呢来到美国 投奔自由世界的根本原因 而且大家不但要学 要懂得运用 夺回美国呢 你首先是要懂得这个宪法 这个宪法并不长 只有四千来字 四千来字每个人都应该读一遍 你哪怕是通过中文翻译怎么样 有很多的人都认为 美国的宪法已过时 没有抓到宪法里面它不变的东西 就是它对人性的这种定义 它对人类管理的这种定义 它没有抓得到 这样的宪法 恰恰是美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自由 最繁荣的国家的原因 那么我们中国以后要建成这样的国家 怎么借鉴美国的经验 美国这个制度的设立是美国特有的 在那个之前与欧洲都是不一样的 与古希腊古罗马也更是不一样的 那开始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今天是2月13号2022年 欢迎各位来到美国宪法101 推特空间第五 我们前几讲的视频 已经发布到这个油管下面 在余超的频道下 欢迎大家收听指证 需要带中文字幕视频的朋友 请到推特上来找我们塑料 第五课是由 Hussell College的政治系教授 Thomas West所讲述的 题目是财产道德与真教 今天是由余超主讲 谢谢大家的参与 请余超接迈 好的谢谢 这个课其实给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 因为从那个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啊 它的根是什么呢 它的根是保护人的这个自然权利 自然权利这个说起来呢 好像是挺抽象的 但真正落实到现实中呢 它实际上是贯穿了你现实中的各个方面 而且通过对一些非常具体的利益上的保护 其实呢 它是可以促进和涵养你的这个 这个那些道德 包括你的这个自然权利的 这个课呢 如果是我没有听他的话呢 其实我很难就是把表面上看起来 错综复杂 好像不太相关的东西 都能逐步逐步的归拢到 独立宣言里边 它所推崇的那个自然权利 就好像是一个树根非常的粗大 从它这个很粗大的树上 长出很多那个枝叉和内芽来 形成一个枝叶反暴的大树一样 所以呢就是 我听了这个课以后啊 才就是觉得表面上 咱们看起来觉得很符合人性 很有道理的一些做法 它其实都是有道德上的根的 甚至它都是有那个宗教 或者形而上的那个根的 那么这课的名字呢 是这个财产 道德 还有那个宗教 就是Property Morality And Religion 那么谈到这三个呢 是怎么和自然权利连上的呢 那么这位老师一开始就说呀 说这个 整个政府的最基本的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保护这些自然权利 那么这些自然权利有两种 一种是非常紧迫的需要保护的 一种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长久的保护 并且涵养的 那么非常紧迫需要保护的是什么呢 它就是安全 对外呢 你需要有好的国防 要不然的话 就是别的国家可能来侵犯你 对内呢 要防止你被你的这个 同样的国民所侵害 因此呢 就需要刑事法律 来保护你 不受这个小偷偷你的钱 不受强盗 就是抢你的财产 那么这个对内和对外的这种保护 是非常非常那个急迫 非常urgent的 非常紧迫的 就是要放在最先马上去处理的 有些东西没有这么急迫 但是呢 它仍然非常非常重要 它包括什么呢 就包括对人的财产的保护 人家 咱们中国有句话叫 有产者有恒心 无产者无恒心 这应该是孟子说的 还是谁说的 可能是孟子 就说人呢 它是 你要是没有自己的基础的财产 那你日子就是过了今天 就没有明天 你可能也就 就变得完全就是不考虑未来 当下我怎么舒服 怎么来 实际上 当你这个财产 得不到保护的时候 人的这个 这个道德呀 还有人的决策呀 他就没法基于这个 一个长久的 对于自己和对于整个社群 都有利的这么一个道德标准 来进行决策了 那么呢 就是说 除了这个财产呢 整个这个民众的 他的性格的养成啊 也非常重要 而这个性格的养成 和你公共领域的这个实践 以及你公共领域推崇什么 反对什么 又是特别特别重要 有特别重要关系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宗教 在这场课里呢 他就逐一谈了这各个方面 首先他谈了这个财产 他说对于财产来说呢 两件事重要 一个呢是要保护你对财产的所有权 就possession 就是你这个 你如果你有财产了 我们要保护你对这个财产的拥有 如果你没有财产呢 我们要保护 你可以有一个合法的环境 去这个得到这个财产 那么他上来就举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 这个极端的例子呢 是那个美国建国先贤 Thomas Jefferson他举的 他说呀 既然我们就谈到这个财产的所有和获取了 那么财产的所有权 只对于那些有财产的人 它是有意义的 我什么财产都没有 你保证我的财产所有权 此时此刻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对我来说有意义的是什么呢 是你们能够保证我有一个就比较合法的方式去获得这个财产 我不用去偷 不用去抢 反正我可以通过劳动也好 通过什么也好 我来获得这个财产 如果这条路被堵上了 那么我剩下的可能只有去偷去抢了 Thomas Jefferson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假如就是在海上 然后呢 你的船失事了 你什么吃的都没有 你在那漂流 他说你有没有权利 去到另外一个船上 不经那个船的主人的同意 你去那去把他们的吃的一些东西拿走 你有没有这个权利 Thomas Jefferson的他的回答呢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人绝对有这样的权利 因为对他来说呢 就是自然权利 首先你得活下来 你才有自然权利 你没有 你活不下来 你就谈不上自然权利 所以当时他采取这个行为 在Thomas Jefferson的这个评判标准 和他对自然权利的理解下 就是认为他不经别人允许去拿别人的食物 拿别的船上的食物 这个就是对这个人自己的自然权利的保护 换言之呢 在这种极端情况下 你偷也好 你强也好 都是符合这个美国建计国先贤所认为的 能保护自然权利的一种做法 那么下边马上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实际上呢 就是在很多很多情况下呀 像这个财产的所有权和财产的获取权 这两个都是自然权利 那么所有的这些natural rights 就是自然权利 它都是存在潜在冲突的 它并不是说都是并行不备的 当人群一旦变大 那么你的这个权利 就可能侵犯到我的这个权利了 这个权利不是power啊 就是rights 就是你为了行使你的这个rights 你可能会侵犯我的这个rights 那么政府呢 政府呢 那个他的这个重要作用 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 大量人群存在的潜在冲突的情况下 来尽可能的保证每个人的natural rights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在美国历史上 比如说有奴隶制的时候 那奴隶的自然权利是什么呢 是liberty 就是自由 那在为主人的这个自然权利什么呢 他就是要活下去 因为当时在一些条件非常非常艰苦的时候 如果不用这个奴隶 那个主人 他可能遭受极大的财产损失 甚至他可能活不下去 所以呢 他在这个课里他就用了一个 这个美国成语 这个翻译成他们中国话 就是骑虎难下 两难呢 两难处境 他呢就是 原话是什么呢 就是你抓狼的时候 就揪着狼的耳朵 你一旦揪着狼的耳朵 你会处于什么状态呢 你只能死死揪住 你没法放 一放狼回过来就咬你一口 但是你又不想老攥着狼的耳朵 他说当时这个奴隶制对于美国来说 就是一种骑虎难下的这个 这个态势 就是对于这个黑人来讲啊 我们就从道德上来讲 我不应该奴役他们 那对于这些营有黑奴的人来讲呢 我们就是如果把他的黑奴都给剥夺了 那他们可能陷入一种极其困苦的这个境地 实际上这种情形在各国的这种巨大的变革之中都出现 比如说像日本取消那个武士阶层的时候 那当时为了取消武士阶层 实际上是把整个武士阶层 相当一部分人用这个金融制度给他收买了 让他分享这个国家在继续往前走的那个金融制度 很多很多武士阶层 他们拥有一些这个当时发给他们的一些证券 他们就成了后来的银行家 实际上等于用大量的这种 这个未来的这个金融上的好处 赎买了收买了整个武士阶层 才能够把武士阶层整个让他退出这个历史舞台 这是日本发生的事情 所以呢就是说 像在处理这些非常巨大的这个人群 然后巨大的利益中啊 你如何处理这个潜在的这个冲突 非常非常难的 他就谈到这个奴隶制 他这个取消的时候呢 他面临的一个就是justice 一个就是self preservation 就是自保 还有那个正义 现在我为了实践正义 可能就必须和一些白人奴隶主的这个自保 他的这个要求就互相冲突 那么当时在去在去这个 在去这个处理这些事的人呢 他们是把这些事看得都是非常透彻的 而并不是说啊 我有一个反正是意识形态上比较高标的这么一个口号 然后就一切都按着口号走了 不是这样的 他们都是把现实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然后呢 采取就是当时能行得通的这个这个这个道路 所以呢 在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 尤其是在中国人这个中间啊 我个人体会啊 喊那个很高的口号 喊了2000年了 可以说是 但真正实践出来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几乎都是尸山血海 什么文景之志啊 什么贞观之志啊 之所以被人这么津津乐道 那就是因为他的背景就是尸山血海 所以人们在2000年 你所能提到的也就是文景之志和那个那个 贞观之志 那个像是你要真正能办成一些事 你就必须要深刻的认识到人的本性 那么就就像就是以前我在那个这个 介绍这个课中说的 那是谁说的 那我一下给忘了 没有就是 是谁啊 我一下给忘了 就是政府 他们 詹姆斯 可能是詹姆斯 詹姆斯 可能是就是 我忘了是谁了 他说政府的那个本质是什么呀 他就不就是对人的本性的深刻反思吗 这是一个 谁 这是谁说的 是不是 詹姆斯 麦德森 好像是詹姆斯 我刚才搞不清楚詹姆斯 麦德森 还是詹姆斯 詹姆斯 这是詹姆斯 麦德森 说的 那个谢谢方角 所以呢 就是说你要是能够深刻的认识人的本性 才能够在这种两难的这个处境中啊 找到一条曲折的可能不是暂时一刀切的 但是慢慢能达到目的的那么一条路 呃 现在呢 就是说 如果说你不只保保护这个财产的拥有权 你不保护财产的获取权 那么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呢 他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所以呢 我们一旦一旦谈到财产的权利 并不是只有财产的拥有权 而还有财产的获取权 那么财产的这个拥有权 用什么来保护呢 首先财产的拥有权就是用这个刑事法律来保护 就是对于侵犯你的人 我们要用criminal law来处罚的 用刑法来处罚的 那么同时呢 另外一个就是要对这个所有权的这个非常清晰的界定 就clarity of ownership 我这个东西谁拥有什么 这个必须我们有办法去清晰界定的 比如说一个土地 呃 他他可以比较清晰的界定 那比如说一条河流 他怎么界定呢 你说我河流我就拥有这段到那段好了 你拥有不是这段到那段 抹在你上游上排放这个污水 那那你仍然是拥有这段到这段 但你水质就变了 到底该怎么清晰界定这个这个产权 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很高很高的技术 也是文明的一个结晶 那么在这些东西都保证的时候呢 你对财产的这个所有权 你才得以保证 他举了个例子 在拉丁美洲或者在非洲 很多地方没有对财产的清晰界定的 他们是基于习俗 而不是基于法律来界定这个财产的所有权的 就是你首先连描述 描述这个财产 你都不能很好描述的话 比如刚才我说那河流 你是用物理物理的方列来描述啊 你还是用水质来描述 你还是用什么来描述 你这是这份财产啊 还是说用用每年三月到六月 你可以在里边钓鱼 这个钓鱼的权利描述了一定程度上 你对这个河流的拥有的权利呢 你能钓鱼 那我能从这河流里挖沙子 卖个建设工地 你不能挖沙子 我能挖沙子 到底就是怎么怎么描述这个财产 这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了 那么呢 就是说这个 刚才咱们谈的是这个财产的 这个所有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 这河先贤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同时也认识到 这个财产的所有啊 并不能仅仅说 我保证所有权就行了 而且我还要保证广泛所有权 什么叫保证广泛所有权呢 就是说你这个财产不能只赚在一小部分人手里 那么在这堂课里呢 他就提了一下 而这个详细的说明呢 在Hill Steel的另外一个课 就是美国的公民身份极其衰落 美国的公民身份极其衰落 就是这堂课的这个老师 他的名字我一下给忘了 他讲了 他就提到 就是说在硅谷那块 那几个大的科技公司 他整个掌握了70亿人的 他们的这个通讯 他们的信息 然后他说 而那个这种公司 他仅仅占了40平方英里 他说在40平方英里的这个土地上 他那些公司 那些巨头们 掌握了整个全球70亿人的 他们的这些信息啊 他们的通讯啊 他们的沟通 那么像这种这个 这也是一种财产的聚集啊 像这种财产的聚集 那么就和建国先贤 他所说的 widely possessed 就说广泛的拥有财产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一旦是财产聚集了 你聚集到一起的时候 那么你聚集到你手里 就不仅仅是财产 还有某些巨大的影响力 比如在 比如在2018年 2019年的时候 五个公司就直接取消了 和美国国防部 他那个长达10年 然后那个总金额 可能超过100亿美元的 这个人工智能合同 那么当时谷歌的理由说 是因为你美国五角大楼 要把这个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用在你的 这个军事上面 他说那我们不能让自己 人工智能用于这种 不人道的这种行为 但是他把这个 把这个五角大楼的合同 给否决了以后 他立刻就跑到那个北京 就在清华大学 和那个中国啊 建立了这么一个 人工智能的实验室 那么实际上中国 可以随便许动 我说啊 我这个没有军事目的 但是全世界所有的人 都知道中国去和谷歌 合作这个人工智能 就是为了要增加 他的军事实力的 所有的人都知道 当时带队的 在北京建立那个 那个什么的 是当时的谷歌的 那个人工智能 首席科学家李飞飞 后来李飞飞去了推特了 后来 那他为什么去推特呢 就是当时的参谋长 应该是参谋长联系会主席吧 麦克马瑟应该是 这名字记得对不对 应该是他 就召见了那谁 召见了那个 这个谷歌的这个头头 可能就是召见了那谁 那个拉里佩奇 还是召见了那匹柴 我记不清了 就把他从美国西海岸 叫到东海岸 就和他去谈去了 谈的什么不太清楚了 谈的什么不太清楚了 但是呢 就是国防部能找 你这个 这个这个 全世界最大的公司的头谈 中国有句话 就艳无好艳 汇无好汇 我虽然不知道他们谈什么 我估计当时谈的 一定是这个 剑马鲁仗的 而且双方都不买账 与此同时呢 谷歌就在2018年 2019年 他呢 说这个两极的世界是不好的 什么叫两极世界是不好的呢 就是自由世界和专制 专制世界是不好的 就是只有他们两极对抗是不好的 他们要作为一个第三方的 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你想 其实从二战以后啊 整个世界的格局 基本就是自由世界和这个专制的一个对抗 现在谷歌这些公司 他觉得就是美国有很多缺陷 他认为啊 从他角度认为 美国有很多缺陷 那么我呢 对这个什么是自由 什么是人应该存在的方式 我有一个我的认知 那他对这个认知实践是怎么样呢 实际上现在油管上面随意去删别人的留言 油管上面随意去就把谁谁谁就下架 很多时候是和微信都挺像的 他们到底实践的怎么样 反正我个人觉得是很像中国那边 但是他有这样的底气 去把自己当作这个维护世界和平的第三级 自己站出来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那个巨大的财富 非常就不平衡的聚集在他手里了 所以他就有这个底气了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 而这样同样的事 其实在历史上 其实重演过很多很多次了 就是当你这个巨大的财富 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的时候 会怎么怎么样 那么实际上就是在美国这个建国以后啊 就应该是Tomas Jefferson 他呢就废除了这个 从英国那边带来的这个长子继承制度 他通过这个遗产 这个更改遗产的法律 他就把这种 在欧洲那块这个大的家族的这个传承 逐渐逐渐的变成都是平民 你没有一个人可以拥有那种 就是非常巨大的影响力和非常巨大的财富 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够巩固 现在美国的这种这个 对自然权利的保护 否则呢 当这个这个财富过度聚集的时候 每个人的这个natural rights 自然权利必然受到威胁 这是建国先贤当时的想法 实际上在现在呢 这个从谷歌呀 推特去封川普啊 就等等这些大的科技公司所作所为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当时美国建国先贤 是非常有这个 非常有见地的 好 刚才谈的是这个对财产的这个拥有 对财产的这个拥有 然后呢 就是为了让人们有权利去获得这个财产啊 财产保护分两块 一块是拥有 一块是获得 为了让人们这个这个获得这个财产呢 那么他们就主张什么呢 就必须有自由市场 什么叫自由市场呢 就自由的买和卖 他说这个自由市场啊 这个有三个基本要素 必须要保证 那么第一个基本要素呢 就是我有权利买和卖 而且是不加限制的 你无论你去买什么 卖什么 在什么地方买 在什么时间买 然后呢 你以什么价格买 政府都不应该去干涉你 如果政府干涉你 他就是干涉了你的自然权利 干涉了你哪块自然权利呢 干涉了你这个 acquire property的自然权利 就是干涉了你获得财产的这个自然权利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美国 现在这个什么资本市场啊 高科技啊 如此之发达啊 他吸引了世界上这么多那个 这么多那个这个英才来到美国 人们都说美国那有制度优势 都说比如说华尔街什么就是在金融制度创新啊等等吧 无论是科技上面啊 什么这个专利法呀 还有什么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 那些科技公司用齐权来来给自己的那些就是打天下的那些老将们 去去保证未来的权利等等所有的这些创新 实际上他的根都是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建国先贤所规定的 就是这个自然权利包括你对财产的获取 那么既然你这个都成立你的自然权利了 我们就可以变着花样的在这里边来保证你对财产的获取 而这种自由呢 而这种自由呢 对于那个对于那个 很多国家的人来说 他其实是没有的 而美国这对于这种自由的认知呢 就是这是来源于你的这个自然权利的 那么刚才我说了自由市场 他首先要保证你自由的买和卖的权利 其次呢 他要保证你是公平的去获得你的人和物的这个流动 也就是transportation 获得你这个general means of communication 就是信息的流动 还有呢 获得你的金融手段 有这么几条 一个是人和物的流动 transportation 另外一个呢 是信息的这个流动 general means of communication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金融方面的 在建国先贤 在建国先贤那时候呢 他们金融谈的不多 因为那时候都是金币和银币 没有这么多现在信用啊 什么这些这个杠杆啊 什么这些金融工具 当时没有那么多 但是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你为了做买卖 你人和物必须流动 信息必须流动 钱必须流动 是吧 这几块如果有一块 去给你施加限制 马上就会置你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马上置你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那么他就说了 现在美国政府 他有一个那个名单 叫什么名单呢 叫禁飞名单 no fly list no fly list 有的人就被放到那个no fly list 你不知道你们因为什么原因被放出去 你也不知道 你通过做些什么事 弥补 你可以被从上面拿下来 你就是 就是没无法可依的状态 你就坐不了飞机了 你就坐不了飞机了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违背了建国先贤 对美国公民权的一个认知 美国建国先贤 对美国公民权 因为他美国 你只要是美国公民 你就有一些特权 有一些privilege 那privilege包括什么呢 刚才我说的 叫equal access to transportation 就是你所有的人 你都能公平的 去到某一个车站 坐上某一个车 你可以公平的旅行 你不会说 我从马上中塞州 我比如说到这个纽约州 就因为你叫张三 行了 你就不能去纽约州 你就因为你是武汉人 你就不能那个北上 你只能南下 或者就和武汉封城 他就是取消了你这个 交通的这个自由 实际上是 然后呢 你在这个路上 你还可以住进某个旅店 这也是你的自由 那么这样这些自由 是美国建国先前 清晰的把它落到这个纸面上说的 这就让我想起当时商鞅变法之后啊 他在这个秦国呀 制定了非常苛刻的法律 最后呢 他遭到那些贵族的这个反噬 然后呢 他就开始逃跑 他开始逃跑 他最后 他就是因为住不进旅店 所以就被人发现了 他住旅店的时候 旅店老板就说 就这个 就说这个 那个 你有没有什么这个路条啊 因为我们商军规定了 就说你要住我的旅店 必须有路条 当时商人就说 哎呀 这是做法自闭呀 这是做法自闭 就是商鞅在这时候说出来的 实际上 咱们听起来好像是 现在都是不言而喻的一些权利 在历史上 对于很多很多人来说 完全不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 中国到了唐朝 到了宋朝 你都不是 你都不能是随便迁徙的 这汉朝 对于民众的这个 这个迁徙的这个 这个约束就 更加这个严格 因为他只有把你固定在你住的地方 他征兵啊 征粮啊 才有能够就是 从你这 你这 拿到 要不然你随便乱跑 我上哪征兵 上哪征粮去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是咱们现在看起来 这种很自然的 我买张飞机票 买张火车票 我就走人了 其实这都是 很难得很难得的 这个基本权利 所以我们现在在其中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当当我们真正被剥夺的时候 就像那个武汉封城的时候 那个就是要你命的一些一些一些东西了 就是你没有他 你就没有命 那么他在这个这里边 也提到了这个金融领域 他说现在啊 呃 很多大的银行 对于那些那个 呃 卖枪的这个人 不许他们使用这个信用卡 我不听这个课 我都不知道 其实这个 统治者呀 对于民众 你的一些基本权利 他打的是又准又狠 我不用上门进枪 我我为什么要上门进枪 我上门进枪 没准你那个红脖子 牛仔 没准拿几枪就给我一枪 我何必去上门呢 我只需要在银行断了那个 那个卖枪人的 他的金融流 慢慢慢慢 你们谁都买不着枪了 我一分钱不花 我坐在计算机上动一动手 直到把你的这个名单加了 抱歉 把你们的名单加到我这个银行的这个拒绝往来户上面 那我何必冒着危险去你德克萨斯的某个乡下农场收你的乡 我根本不需要 是这样吧 然后呢 他说像这样的所作所为 假如你这个银行 是这个 是这个 一些不是全国性的 而是区域性的银行也罢了 但现在你这个银行是全国性的这样的银行 如果你要是这么对人 其实你就违背了建国先贤所说的这个美国公民身份的特权了 privilege of American citizenship 你就违背了这个特权了 也就是违反宪法的了 这个这个 说的是金融方面的 当然信息方面的 我刚才刚刚说了 现在我们的信息的这个流动 基本都是攥在这个几个信息巨头手里的 而他们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 已经去扮演了这个破坏和这个摧毁这个人的基本权利的这么一个角色了 那么刚才我谈了两条 第一条呢 就是自由市场 要你必须有这个自由的买卖 包括这个价格呀 物品呢 时间呢 地点呢 你都可以自由定 这个是这个自由你必须得有 这是自由市场的一个支柱 另外一个支柱呢 就是自由的去这个 平等的去使用这个交通工具 包括人和物的这个流动 信息的流动 还有这个钱的流动 那么第三条是什么呢 第三条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叫做reliable and sound money 就是可靠和安全的货币 那么在建国建国这个先贤那个时候呢 货币非常简单 除了金就是银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 然后呢 建国先贤非常清楚的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联邦政府绝对不能印纸币 其实我不听他这课呀 我我还 因为我毕竟是从中国出来的嘛 不知道就是 这个自由的人应该是怎么活着的 因为他的课我才知道 就是在美国建国先贤眼里 你私人银行可以印纸币 你这个国家的这个 这个层面绝对不能印纸币 在他们的眼里看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 就是说 这个货币的价值 一定要 一定要不受政府操纵才可以 你私人银行印纸币 那我印出一大堆 那你这个纸币是从废纸 人家可以不用你 但是如果你这个 这个联邦政府 你去印纸币的话呢 没有人能抵抗得了你 你想让他多少钱 你就让他多少钱 你想剥夺这个社会的时候 你就让通过膨胀使劲的发生 那么你那个 这个手里持有纸币的人的这个财富 就被你 就不用花一枪一弹就给剥夺了 所以建国先贤认为呢 联邦政府啊 一定是不能这个 一定是不能这个印纸币的 其实我记得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知道香港啊 他那的港币有四个银行印 当时特别奇怪 我说四个银行一起印香港的港币 我说那不是乱套了吗 像中国只有中国人民狠行 中国人民银行 是不是 那大家都信得过 其实恰恰相反 一个国家如果他能完全垄断你这个纸币的话 你所有的人都是被剥夺的对象 所以呢就是说 在这个课里边呢 这个老师啊 就管这个纸币 叫做unconstitutional money 就是不符合宪法的货币 不符合宪法的货币 他说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他说但是他认为建国先贤 如果看到现在的现状 他们一定会质问 会质问什么呢 这个货币为什么不能独立于这个政府的操纵呢 货币必须不让政府操纵 这个是建国先贤所说的 那么 说完了这个自由市场三个基本支柱 一个呢是自由的买卖 一个呢是那个对于人物的流动 对于信息的流动 对于钱的流动 所有的人都得公平 第三个呢是安全可靠的货币 说完了这三个基础的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样自由市场的这个基本三个支柱 在现在的美国都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那个货币了 那么总的来说呢 这个自由市场他有总数什么呢 建国先贤认为自由市场 我们只保证在美国国内的自由市场 只保证在美国国内的自由市场 就是这个自由市场我们谈这个场景 就是美国国内 我们和外国不谈自由市场 他说因为自由市场的本质 保证的是人的自然权利 而我们之所以要保证人自然权利 是因为我们建国的时候 基于基于独立宣言 基于美国宪法 我们这群人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契约 我们都许诺 我们这些人在一起 要保证这些自然权利 凡是没有参与到我们这个契约中的人来 契约中的那些人 凡是没有参与到我们契约中来的那些人 我们从道德上 就不应该去用我们这整体 这群人的这个财富啊 生命啊鲜血 去保证他们的自然权利 因为他们没有参与到我们这个立约中来 我们互相之间立约 我们互相互相之间 这个 在那个什么 就保护这个自然权利 等一下啊 我们互相之间保护这个自然权利 如果你不经所有人同意 而把这个自然权利 延伸到这个其他 其他人的那块去实际上你是一个违背道德的这个事情 我打的也许不太恰当的比方 就比如说 我和我和这个我太太之间有互相保护的这个关系 我保护我太太 假如我把这种保护延伸到另外一个女人身上 其实这个是不道德的 那么在美国这样的这个立约的情况下 就有点类似他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所以呢 这个老师强调 建国先贤呢 他们的这个 建国先贤 他们的这个对道德的这个认知啊 就是这个自由市场 我们只在美国国内谈 而在美国国外 我们谈国际贸易的时候 他的前提 就是要保证 美国公民的 interests and rights 两条 一个是利益 一个是权利 什么叫权利呢 right是什么呢 就是我最基本的 什么叫利益呢 就是我除了最基本的 我能多赚 我尽量多赚 就是我和外国去 做这种贸易的时候 我知道你做的东西比我 比我那个便宜 我知道你做的东西比我好 但是我 并不一定就非要买你了 因为我们之所以要建立这个国家 我们之所以要建立这个美国 是要保护 所有参与立约的这些美国人 他们自然权利 所以呢 在很多这个 现在的这个 一谈的华尔街 我们要保证股东利益 对不对 保证股东利益怎么办呢 我就把美国这些 这个制造厂的 国人全都解雇 我把制造厂 挪到中国去 那么这种本质上来讲 其实他也就 已经违背了 美国这个建国 他最根本的意思了 美国建国最根本的意思 是保证 所有立约者的自然权利 是不是这样 你不能通过 伤害这个地方人的 自然权利 包括对财产的获取 和对财产的拥有的权利 来去 来去保证 你所谓的让股东去获益 让股东获益 并不是一个 最根本的建立美国的原因 不是最根本的建立美国的原因 所以呢 他就提到 就是说在美国国会 通过的第一批法律中呢 就有那个关税法 而关税法呢 他这个那个 就提到 他要促进的是什么呢 是促进了国内的生产 这是在最早最早 美国那个通过的法律 最早的法律 他的目的就是促进国内的这个生产 那么 这个 你如果是 在这方面违背了 你将同时伤害 国内的工人 国内的公司 以及整个国家的国防 他在这个课里 专门还点了中国的名字 他说假如你的武器 假如你的子弹 假如你的什么 都是在你中国生产的 那你怎么可能保证你的国防呢 其实我觉得啊 现在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一些基础药物 基础药物的一些那个 那个 你 因为药物本身是一些化学品 你要生产出这个化学品呢 他就需要一些中间产品 你中间产品是生产出各种各样化学品的 那个 生产出各种各样药品的一些基础 而那些中间产品的名字 我忘了 很多都是攥在中国手里的 所以呢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这些药品 很简单的这个病 就会使得大量的这个人死亡 刚刚开始这个武汉武汉肺炎的时候 美国人那个口罩都卖不着 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 你看看那个东西简单 你缺那个东西 当时当地你就陷入这个 极大的这个困难 好 那么 我们刚才呢 说了这个自由市场 它的目的意思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保护财产权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你获取财产的权利 不是你保有财产的权利 而是你获取财产的权利 它是通过自由市场来保证的 而自由市场呢 主要谈的是美国国内的自由市场 是这个参与 所有参与立约的这个人的自由 这些人的国家 他们的自由市场 而不是说在国际贸易中的 这个这个这个自由市场 那么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注意啊 我们还在谈财产 我们今天谈到了财产的 这个所有权 谈到了财产的获取权 其实呢和财产密切相关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福利制度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有的人的确是处于人生的这个困境 他既没有财产 我获取起来也困难 他不得不接受 国家福利制度的这种帮助 那么建国先前也考虑了这种福利制度 但是他们 考虑这种福利制度的时候啊 和现在这福利制度的这种实践 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考虑这个福利制度呢 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啊 不能鼓励这个人去追求这个福利 这个福利制度必须是和一些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是相关的 就是而且呢 你在那个福利制度里并不是让你过得舒服的 而是只让你不死 所以呢当时的那个福利制度 你必须是参加一些工作 而且那个工作条件并不好 所以就使得一个人只要他还想脱了 还想舒服 他就不会去选择那个福利制度 在福利制度 他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啊 他说你不能引诱着别人 或者鼓励着别人 去到你的那个福利制度里边去 这就等于让这些民众啊 解除了他们的这个自立 解除了他们的自尊 而让他们完全从精神上 从肉体上去依附这个政府 等于把人降格到一个不能自立的 也没有自尊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这是福利制度上面 建国先贤和现在所实践的福利制度呢 他的这个不一样 对不起 我这咳嗽还没有完全好 这就是建国先贤呢 对于这个福利制度的看法 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题目是什么呢 是财产 美德 还有宗教 刚才谈到现在呢 始终是在谈这个财产 下边就再谈一下这个morality 谈一下这个美德 现在呢 很多很多这个美国人 他认为啊 政府不应该就是谈去道德 推崇什么道德 道德嘛都是相对的 对不对 你认为这个是 你认为不喝酒是道德 我认为喝多了不闹事是道德 是不是 那怎么叫道德呀 那道德都是相对的嘛 反正有的人是这么认为 当然我不这么认为啊 所以那有的人认为 就是说这个政府 不应该去把手 踏到道德领域 然后这个 在这讲课里边 这个老师就讲了 说这个建国先贤认为啊 那些没有这个良好的 性格养成的这样的民众 是不可能有一个 就是说来保证人的 自安全利的政府的 所以呢就是说 中国开一开句玩笑 说这届人民不行 实际上呢 这说是玩笑 其实他也有他的道理 就是说如果你这些人 他都是没有道德的 都是有便宜就占便宜 能伤害别人就伤害别人的 他们组织起来的这个统治啊 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正义的统治 所以呢作为一个政府呢 建国先贤认为 他必须推崇好的道德 必须去谴责和抑制 那不好的道德实践 在公共领域呢 在公共领域呢 你必须有所树立 有所呢批评 同时呢 还要养成这个民众的 这个好的这种品德 那么他就谈到 养成民众好的品德 要养成哪些方面好的品德呢 他说就比如说你要养成正义 你要审慎 你要节制 你不能就是就是这个 毫无节制的去做一些事情 在钱上面你必须要节俭 他说这呢 这些东西呢 是一些比较保守的 比较被动的一些美德 他说还有一些比较进取的 比较主动的一些美德 比如说 我这个这个希望 这个民众是有勇气的 比如说这个民众要始终对 政府的压迫 是要非常警醒的 注意啊 这个政府 他要促进民众对政府的这个警醒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政府的责任 在建国先贤看来 去推动道德的责任 就是要促进民众对政府的警醒 而且让他们有勇气对政府警醒 而且呢 要让他们有这个 虽千万人无王矣的这种勇气 周围人都不敢反抗政府了 你还敢反抗政府 他们要培养民众这种勇气 最近加拿大卡车司机在这个 这个 开着卡车去开往沃泰华 其实这个就是 西方民众啊 他保有自由传统的 这么一个就是说 他的勇气 他的天真 还要他的种种的道德 没有消磨的这个 一个例子 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发生在中国啊 我觉得此刻的中国基本上是不可能 而且呢 就是说 即便是发生在西方世界 我觉得中国人去 真正参与其中的 可能啊 我个人觉得也不如这个西方人多 我觉得这个 其实就挺值得思考的 所以呢 就是说 像这种 这种品德的养成啊 他并不是我坐在家里 他自然就从天上掉下来 不是这样的 而是从政府那个角度 他投入资源 去这个 去有意识的去 推进这种 这种品德的养成了 其中呢 那这种养成 你的手段是什么呢 他谈到 首先就是教育 首先就是教育 所以呢 在美国 这个教育都是中一级的 为什么教育要坐在中一级手里呢 就是因为品德的养成 他不要攥在这个联邦手里 因为这品德的养成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品德比如说勇气 对谁的勇气啊 并不是说 我到了那个火车上 和别人抢坐 掐着脖子 挠别人脸的勇气 不是这样私斗的勇气 而是你面对 政府的暴政 站出来的勇气 这种勇气的养成 是要用政府 用资源去培养的 这就是美国这个地方 特别独特的 这么一个对品德的认识 对美德的这个认识 那么教育就要放在中一级 而不能攥在联邦手里 美国如果这个 现在美国教育一再下滑 就是因为很多很多权力 落在联邦手里 这个在Hill Seal的课里 其他的课里边也有谈到 中一级 中一级要中去办教育 同时呢 仍然是在州一级 注意 推崇道德这个责任 是放在州身上的 而不是放在联邦身上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和中国 也完全不一样 中国动不动 就是那个皇帝 开这个百首宴 把这个百首都 一百个老头给弄来了 或者到谁谁谁家里 你家四十同堂 我跟你提这个人 就是那个 那个人写了重要的忍字啊 这真好 是这个联邦级别的 当然中国也没什么联邦了 就是这个大一统级别的 美国的教育一定要放在州一级 同时他说 州政府的一个非常基础 一个非常fundamental的 这么一个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公开赞誉有道德的行为 并且呢 批评那些没有道德的行为 就是你发表什么公告啊 发表纪念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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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这个不是什么一个场面文章 而是州政府的一个非常基础的功能 这个建国先贤 是这么谈 就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 刚才说的 这是在公共领域 人应该展现出来的美德 就是说 我是不是有勇气 不是说 看我去在 私斗之中 我是怎么和别人发生冲突 而是在公共领域 我能不能面对这个 这个可能的极权压迫 我哪怕有一个人 我也站出来 那么在私人领域 我该怎么样涵养美德呢 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就是从家庭和婚姻这儿 入手 去制定法律 来涵养那个美德 从家庭婚姻入手 他是怎么还要美德呢 我们会看到 就是说 在这个美国建国 刚开始 他对于这个姓啊 他的要求非常严的 他对于这个姓的要求非常严的 就是说 你不能和这个非妻子 或者非丈夫以外的人 发生这个姓关系 他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 他的出发点也很有意思 就是因为这个姓的直接结果 就是有孩子 而孩子生出来呢 是需要照顾的 那谁能最好的照顾孩子呢 是他的亲生父母 能最好的照顾他的孩子 所以这种婚姻之外的这个姓呢 它会导致那个孩子 不被亲生父母照顾 所以呢 是从这个角度来否定 这个婚姻之外的姓呢 我觉得这个还真是很有意思的 这么一个视角 这个是对 因为基于孩子 所以我们要保持家庭的稳定 基于孩子 保证在性方面的这个忠诚 那么保证家庭的稳定 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不能随便这个离婚 你不能随便离婚呢 这个 这个 就是说 因为你一旦离婚 孩子就难以得到这个好的 就是私人领域的道德的这个涵养啊 它是从家庭入手 从婚姻入手的 而婚姻这块呢 它是以你这个双方生命的这个延续 也就是你孩子能不能得到好的教养 从这个角度来 看这整个家庭 它到底是应该存在呢 还是你有可能就可以离婚了 那么离婚呢 有这么几条 一个是在这个通奸这种情况出现 一个呢是这个互相之间有暴力对待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你不能生育 那么不能生育这个这个理由呢 在现在不能成其为一个这个离婚的理由了 不能成其为一个离婚的理由 那么在当时呢 不能生育是成为一个理由 而这个类似的这种理由呢 中国其实也有 中国有这个妻初 就是说七种原因 你可以修到妻子 其中有一个就是不能生育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美国建国先贤的时代啊 这个家庭呢 它是以这个 你双方的这个生命的延续 以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家庭 它所存在的意义的 那么在这个意义之下 男人和女人都要负起各自的这个责任 其中男子呢 他有养整个全家的这个责任 同时呢 他也可以决定这个家庭住在哪 他也可以决定孩子如何接受教育 接受多么高的教育 现在都不是这样啊 现在呢 比如说要离婚的时候 那么孩子到底归谁 有法院来判一下 然后经常呢 是划给母亲了 那么母亲就负担起这个 事实上养育孩子 当然男子可能要提供一定的赡养费 但他只是提供钱的 具体的这种 parenting 这种教养的 这种实际的教养 还是在那种情况下 就是母亲提供的了 而在建国先贤的时候呢 这种情况都是要由父亲来来来完成这个这个任务的 呃 与此同时父父亲呢 也是一家之主 那么这个 在这个课里这个老师就讲啊 现在很多人指责当时建国先贤时候的那个家庭呢 都是父权的 都是压迫的 实际上 我个人的看法是什么呢 所谓的那个压迫这个父权呢 那个 在那有一个人叫Jordan Peterson 他说的非常清楚 就是在任何时候都有等级制度 这个等级制度 他提供的一个呢 是上下之间的这个服从和被服从的这个关系 另外一个提供的是保护 还有这个培养 在有的等级制度下 保护和培养做的是比较好的 有的等级制度下 保护和培养做的是不好的 所以就是我们去探讨一个一个东西 他是不是有等级制度 那个Jordan Peterson说 那个农虾的世界都有等级制度 他说有没有等级制度 这是在自然界和人类世界 都是从无到尽一直都有的 关键是在你等级制度里边 你各个方面所负担的责任 和义务到底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说的是非常有道理 那么刚才呢 我谈了这个财产 谈了这个美德 以及呢 公民性格的养成 性格的养成 有公共领域的性格 公共领域的性格 他们特别强调的呢 一个是你自我的纪律 一个呢 是你在公共领域的勇气和担当 这个勇气和担当呢 说的并不是说 为了私人利益 而且尤其就是要对于政府的警觉和反抗 呃 才体现了你的勇气和担当 我就是听到这 我真的是觉得 心里实在是赞叹这个美国建国先贤的这种 这种洞察力和他们的胸襟嘛 他们本来是建立政府的人 但是他们却要鼓励民众 对政府始终都是警觉 而且反抗任何可能的压迫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那么他们的手段呢 是这个教育 以及就公开的这个赞扬支持和反对 这是这是州政府的这个基础功能 他们认为是 到了家庭 私人利益这块呢 就是以家庭婚姻为主 来涵养这个公民的性格养成 和涵养公民的美德 那么下面就最后一个就是 他谈到这个宗教 谈到宗教呢 就是这个老师就讲啊 说这个现在很多人就说 啊这个政府啊 不应该公开支持任何一种特定的宗教 啊你那怎么能有那个雕像 那个雕像上怎么能够出现实践呢 那你这不懂得支持宗教了吗 他说这个美国这儿的这个宗教分离 主要的说的是什么呢 是政府不能规定他的这个国教 政府也不能去干涉你信什么教 他说在实践之中 只要政府不去用他的权利 去剥夺你去信仰某种宗教的权利 而他比如拿出公款来支持某一种宗教 他说这都是没问题的 他说在最开始的时候马上诸泰州 就是给那个牧师发钱的 那给牧师发钱的原因 并不是基于某些宗教教条或者某些宗教经文 给牧师发钱不是这样的 而是因为牧师的他所起到的作用促进了 这个对自然权利的保护 所以整个政府的这个着眼点 就是secure the natural rights 只要任何一个组织 任何一个群体 或者哪怕任何一个个人 他支持保护促进的这个natural rights 政府都可以从钱上面 从名誉上面 或从各方面来支持这个人 或这个机构 或这个团体 这个是符合宪法的 而你现在不让政府支持 才是不符合宪法的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说这个学校从1830年到1830年 1840年那个年代 一直到1960年的100多年之中 都是学校中有祈祷的 这个学校的祈祷呢 仪式呢 它其实是为了促进这个民众的这个 世俗的这个morality的养成 进而保证那个natural rights 自然权利的保护 并不是因为我要促进他们的宗教 而是我要保护人的自然权利 仅仅宗教是一个手段 所以我们去促进 就是去支持这个宗教 所以这都是可以的 而现在这些东西呢 被质疑甚至被起诉 这种质疑和起诉 老师呢认为是不符合宪法的 他是这么看的 他说即便呢 对于无神论者来说呢 人们信仰宗教 也是对无神论者的自然权利 是得到保护的 比如说他举了个例子 在法庭之上 人们under oath 就是在誓言之下 他去陈述自己的证词 假如他这么做不信神 他怎么按照那个圣经去发誓 也不管用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个人信仰宗教 对于那些无神论者来讲 也是有好处的 毕竟这个人信仰宗教了 他是有所约束的 那他去基于他的宗教信仰 发誓的时候 他就是有所约束的 所以呢 就是推崇宗教 无论对于有神论者 还是无神论者 对于他们的自然权利 都是一种保护 实际上说到这儿 我还想举个例子 就是说在很多州 比如在芝加哥附近 那个印第安那州 你会发现 他们的礼拜天 那个摩尔玛 那个那个 还有等等这些东西 他们是不卖酒的 实际上在更早的时候呢 这种在周日不卖酒啊 是更加那个严格的规定 没准德州也是周日不卖酒 按理说呢 我们说这不是自由市场吗 自由市场 我应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任何那个是什么去买卖 我任何愿意买卖的 这个物品都可以 你凭什么干涉 我这个自由交易呢 这个谈到的是 一个自由的问题 是不是 这个美国的 这个对于这个实践呢 他就是为了去促进 某一个特定宗教 他在那个安息日 他在那个什么都不做 他就为了促进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 他可以促进 整个人的道德水准 进而使得 这个自然权力的保护 有这么一个链条 所以呢 他制定这样的法律 这叫这样的法律 并不是侵犯了人的自由 而是总体上促进了 对自然权力的保护 所以呢 就是说 从自然权力这个角度 去了解那个 政府和宗教之间的 支持的这个关系 就是能说通的了 那么这节课呢 他在谈了三方面 一个是财产 一个是美德 美德 美德包括个人在 公共领域的美德 和个人的私人 私有领域的美德 还有一个就是宗教 那么我基本就是 把这课给介绍完了 谢谢各位 虞超刚才提到 这个宗教 那我就顺着 这宗教往下说 那这个政教分离呢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怎么在美国建国的时候 是有这样一个思想 其实呢 这个政教分离 其实在作为上呢 在做法上 你要到这个欧洲 欧洲的宗教改革的时候 以前呢 在人类的 在欧洲历史上 这个民法和它的宗教法 它是相同的 canon law 教会法 就是有什么事情 在民法的诉讼上呢 判断上 都是以教会法为主 但是呢 后来因为 就是说这个 在一无一息嘛 然后宗教改革以后呢 这个天主教和新教 新教 就割裂 割裂之后呢 引起了欧洲的混战 欧洲的混战 法国的革命 然后后来又到英国 到英国呢 英国是从天主教出来的圣公会 然后又有清教徒 然后又引起了光荣革命 所以这一系列历史 促使了这个基督教的内部 发生了众多的变化 和滋生了很多很多的流派 那这些流派呢 最后一起啊 就是说在 来到美国的时候呢 那美国有不同的殖民地的建立 但是在那之前呢 以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建立 那个时候呢 都是西班牙 是以天主教为主的 比如说在 佛罗里达呀 在南海 南卡 北卡 都有很多的天主教的 但是呢 来到 美国 来到美国最早的这些 殖民地建立 那就有什么 清教徒啊 辉格呀 就Quicker 还有什么一些 长老宗啊 路德宗啊 就有很多不同的宗派 那么这个宗教迫害 停止了吗 其实还没有停止 因为辉格 辉格呢 辉格党他们受到了很大的迫害 所以呢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再加上当时就是 这150年的殖民地历史下 人们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功课 就是人民要团结起来 要建国 但是呢 他们之间一定要达成一种团结 那么这种团结呢 就展现在什么里 就展现在 在我们建这个国家 新的国家的时候 你这个国家不能再制定国教了 因为在欧洲的时候 只要这个国家 他只要 因为都是在制定国教 人们对这种宗教的热情 往往会 会影响到他的 政治热情 因为他要想让这个国家 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子的 一个宗派 那么他就要在这个方面 去努力去 争取权利 所以呢 在建国的时候 就说那这些就停了吧 那么你们这些 所有建立的这些 因为我们现在要建立这个国家 我们不会设定这个国教 你们所有这个国家的 有国家国职 要职的这些人 和下面的一般的这种国家公务员 也不用进行宗教好事 来得到这个公务员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所以呢 政教分离 指的就是说 刚才说的很好了 就是国家不能够制定 这样的一个国教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美国现在把这个意思变了呢 那就是因为在美国在6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把什么祷告啊 也赶出了校园 然后呢 很多很多的事情随之发生 因为他们拿宗 政教分离当为幌子 他们以为政教分离 就是你 教不能干涉政 但是政 他们经常来干涉教 为什么 比如说奥巴马的 他当时说 要用纳税人的钱来堕胎 其实这就是一个用政治干涉 干涉宗教的一个例子 因为像一般来说 基督信仰的这边 就是这样的人呢 是不会去支持堕胎的 对 所以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借口 但是呢 这个根本 这个历史 如果说大家想看看历史的话 那就是Mathwin O'Hare这个人 这个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并且是一个 就是 就政治活动家 他就是为了在学校里不祷告 他把这个 说这个在学校里祷告 他是反宪法的 所以呢 就把这个 这件事闹到了 就是大法院 那最后他的确是赢了 但是他的下场 我们他们在赢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 啊就这样了嘛 但是如果你追踪一下 这样的人的下场 他后来被肢解 被杀害之后 被肢解 因为他就挣了很多钱 然后就就在他无神论 这个这个社团之间 就开始进行就分裂 然后就受到了各种攻击 然后就受到了 埋伏 然后被抢劫 被肢解 所以如果你通过这些人的 就是说他的个人生活 你其实可以看到 他所支持的这样的思想 到底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 对的 因为他的一生就告诉你 他这个无神论的 无神论人的一生 他告诉你 这个世上是有神的 因为他受到了应得的报应 所以政教分离 无论从历史上看 无论从建国先贤上来看 无论是从我们 现在对社会的影响上来看 这个误区 是我们一定需要走出来的 那我就讲这么多 谢谢 现在我来讲三个小的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 伦敦的法律与市场 第二个小话题 是国库口中的 所言的民主是指什么 第三个话题是 民主的多数原则 那我现在开始讲 第一个话题 伦敦的法律与市场 我刚开始看 这一节课内容的时候 我就在想 建国者他为什么 要在宪法里面谈到 怎么获得财产 自由市场 货币体系 商业契约 关税 社会道德 政府的福利 增教信仰 等等这些问题呢 而且把这几项大问题 合在一节课里面讲 其实刚才 虞超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我现在就梳理一下 他的这个逻辑 因为我事先准备的 可能和虞超讲的会重复 就是说他讲的这个政府的职能 从这个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开始 因为每次讲课的时候 都要联系到这个最基本的政府的职能 就是保卫人民的自然权利 那其中的一条自然权利 就是保卫已经拥有财产的人 他们的财产安全 以及没有财产的人 怎么促进他们获得财产 那么为了获得财产 政府应该做什么呢 他认为政府应该建立市场经济 建立市场经济 所需要的社会契约 商业契约和关税保护 等等法律系统 除了这些还不够 还需要政府保卫人民 买卖的自由 交通的自由 刚才讲的货币流通 信息流通等等的自由 不仅仅如此 市场经济还需要人民 他具有基本的道德与信仰 这个基本的道德与信仰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这个七月精神 理性 诚信 合作 努力和勤奋 政府的职能呢 他不仅要 刚才讲的上面这一些 还需要培养人们的 这些道德品质 包括建立对这些道德品质 真正向的社会福利体系 而不是培养 南汉的这种社会福利体系 这些概念是来源于 我们知道英国 这个是自由经济发展的 最早也是最完好的这个国家 英国 那么这个 宪法中间体现的这些条款呢 我们可以说 它是来源于英国伦敦的 法律与市场的概念 把这些概念综合到 这个宪法的大框架里面 来理解的话 可以用 这个下面这一段话来解释 这一段话呢 是有人整洁的 所以我把它念一下 他说美国的秩序 是在保守传统中的充分自由 其公园来自四个古老的城市 耶路撒冷 雅典 罗马和伦敦 耶路撒冷的信仰和能力 雅典的理性与伦耀 罗马的美德与力量 伦敦的法力与市场 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的外在秩序 依赖于美国的灵魂秩序 美国人的灵魂秩序 来源于耶路撒冷的神明秩序 这是人民心灵的 隐红的城堡 由此隐红的城堡 内心就有了 俯视现实流变的定律 心中是隐红 眼前是流变 这是真正的来自于 每一个人个体内在的信仰 得真正的叫做制度自信 没有这些内在的支撑的道德自信 市场经济必然会走向 贪婪腐败破坏和毁灭 这句话是我讲的 例如中国 中共国现在的状况就是这种状况 他整个讲的 这一节讲的这个市场经济 他是以道与真教 为基本的 为基础的一种市场经济 如果没有这一些市场经济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的状况 中国的状况就是这种状况 而且中国不仅是影响他自己的人民 而且也影响到全世界 影响到美国 我们要阻止中共把美国拉下水 那么作为每一个个体来讲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坚定内心的秩序 我讲的口征所言的民主是指什么 有三个不同的阶段 他们在三个不同的时间阶段 他们所讲的这个民主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大约在宪法通过之前 他们所说的民主是指的直接民主 在宪法通过之后 他们把当时形成的这个共和体制 说成是代义制民主 在19世纪初之后 他们又把代义制民主称为民主 那么直到现在 当人们说民主的时候 就是指美国的代义制民主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呢 一个概念啊 它在历史上它是发展变化的 它的内涵是变化的 因此因为我们经常要用到民主这个词 我们在阅读 我接着讲第二个话题 刚才讲了国富门口证所指的民主 在不同的阶段表示的是意思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宪法通过之前 因为当时在历史上发生的民主 我们叫它古典民主 而当时存在的只有直接民主 或者说纯粹民主 还不存在着今天我们所讲的美国式的民主 因此当时他们讲民主制度的时候 它就是指当时和古时候存在的这些民主 因为他们当时所设立的 宪法里面所设立的这个代义制民主 还没有被普遍的接受 也还没有进行实解的结果 因为在宪法通过之前 所以那个时候当国富门 他们所说我美国现在不是民主制度 那指的是美国不是直接民主 你不能说用国富门对当时 这个直接民主的否定 来当成对现在美国的民主的民主制度的否定 这个是完全就是属于十分错乱 不符合整个宪法的精神 也不符合当今美国是民主的这个事实 那么在宪法通过之后 国富们 比方说这个汉密尔顿和麦迪森 他们就在联邦党人的文件里面 把他们自己所设计的这个共和体制 称为代义制民主 他们的原话是这样讲的 他说代义制民主选择选举权 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和监督 立法行政和司法当局的行使权 属于选定的人 这些人是真正选择的 而不是非选择的 名义上受人欢迎 在我看来是最有可能 是快乐规律和持久的 就是他们在这段话里面讲了 这个美国的民主是代义制民主 就是用了代义制民主这个词 后来他们又在这个民盘党人文献里面说 他说给出美国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成功的实践 我们将使用民主一词来代替代义制民主 作为与直接民主的区别 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 他们认为这个代义制民主是成功的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代义制民主称为民主 把之前的这个直接民主 就在前面加个直接两个字 就是民主代义制民主和直接民主 这三个词的区分是由国父们区分的 那我们说现在所用 当我们现在说民主的时候 就是讲的现在的民主 也就是美国的代义制民主 当我们要说古时候 非代义制民主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前面加上古典民主 或者是直接民主这样的字样 这三个这个民主的三个概念 就是三个不同发展时期的这个三个概念 明确一下 否则的话我们再看他们的一些文献的时候 因为现在有人就说 国父们讲了我们美国不是民主制度 但是当时国父们讲美国不是民主制度的时候 那个时候新闻还没通过 代义制民主制度还没实行 但是他们后来他们就确定了代义制民主 与民主这个概念与直接民主的区别 所以你用国父们某一句话来否定 现在美国的民主制度显然是错误的 曾经有一个人他在推特上就发推 把这个民主狠批了一通 我当时就看到他批判的这些民主 全部是批判的古典民主和直接民主的一些弊端 完全服侍美国现在的民主或大部分国家的 现在的民主制度 早已经不是直接民主 而是自由民主或者叫做代义制民主 因此你如果说 借直接民主的这个弊端来否认 现在的美国的民主制度 或自由民主制度 显然是不对的 第三个话题我就讲讲这个民主的多数法则 叫做Majority Rule 以区别于叫做Majority Rule 就是少数法则 首先要明确少数法则不是民主 民主的法则它一定是多数法则 那这里呢 我回忆一下我们在第一节课里面 我们就谈到过美国宪法确定了美国的七个基本原则 再重复一下 这七个基本原则是 人民主权 共和制 联邦制 三权分立 制约与均衡 有限权力政府和个人权力 这七条 那么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好理解 因为我们前面几个课已谈到一些 就是对人民主权这一条 我今天想再说一下 那人民主权它是指什么呢 这个主权的英文就是 Soverity Soverity 就是人民主权 就是说你的这个主权是来自于人民 那英文就是Soverity comes from with people 这句话就可以说是一个关于民主的一个最简单的定义 因为我们在宪法的开头 他就讲了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那一句话就确定了这个宪法的后面的那些条款的一些 最最基本的基础 就是说你所有的三军分立也好 共和制也好 民旁制也好 所有的那些东西都是来源于人民主权 人民主权在独立宣言中 他就是用的这个英文字就是Consent of the Governed 就是说Consent是同意 谁的同意呢 是被统治者的同意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就是说政府的统治权利是来源于我们人民的同意 这个如果人家要问你什么是民主 你能可能定义啊 或者说它的内涵啊 它的价值啊 有好多条 你可能能够列出 我稍微列了一下 能够列出十条以上 但是你至少要有几个基本的概念 或者要问你民主是什么 我们以前就问问人家 民主就是人民做主 或者说民主就是一人一票 大概这两条大概一般人都能够讲得出 但是你要 你要稍微带有一点正规的说法 那就是说 主权是来源于被统治者 就是主权是来源于人民 这就是民主 这个一个基本的概念 以前我也讲过 这个民主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概念 或者政治理念 或者说政治哲学 民主还是一种政治运作的系统 政府的政治 政府的运作的系统 和公民的生活方式 那这里我想讲一下 这个政府系统 的民主的运作 它是指的什么 民主作为一个政府的系统 它是指在这个系统里面 这个法律政策和国家的主要的事业 以及这个政体 是被人民所直接或者间接的决定 那这里什么是人民 从历史上来看呢 人民这个字啊 它是由少数人所构成的 比方说这个雅典自由的男性公民 它是人民 因为投票权只有这些人 那美国当初这个妇女 他不包括在这个人民 这个投票权里面的时候 他那个人民也不包括妇女和黑人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民 它是指的人口真的少数 但是这是不是就违背了 刚才讲的民主是多数法则呢 因为Majority Rule 指的是多数人决定统治 那你这个人民 你刚才说是少数 那是不是违反了这一条呢 我们说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民主它是指 有投票权 真的多数法则 就是说你不能把那种 没有投票权的 那个那些人 光会进去 说你违背了多数人的法则 那随着这个 人权平均 平权运动的这个争取 在美国妇女和黑人 他们获得了这个投票权以后 那么人民这个概念 或者说这个有投票权的 这个这个概念 公民的投票权 也降到了18岁 以前是21岁 就实现了这个宪法中 with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个完整的人民主权 就人民这个词 刚才讲的民主是由人民 直接和间接的决定 政府的主要的政策法律 那么这个人民的概念 它在历史上 它是指少数人 后来现在发展到美国 那就是权力公民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 民主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 majority rule 多数人屯治的这一条 因为它是指的投票 投票人里面的多数 不包括不投票的人 如果现在我们要把人民 再扩大到非公民 和这个非法移民 那么这个就有为 宪法的公民原则 因为我们知道宪法 美国这个宪法里面 特意谈有对公民的定义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如果说你不是公民 你就不具有这些权利和义务 如果把你们也算到这个 投票里面 这个至少现在的法律 是不允许的 如果你这样做 那就属于违法 如果有一天 这个投票权可以扩大到 这个移民不是公民 那就是另外一说 那美国的这个代意志是民主吗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 他说 这个在共和党 有七次的总统 成功选举中 有三次 他们的直接选民是少数 就是说 共和党成为总统 选举成功 有七次里面 三次的直选 选民是少数 他选主人团 这个是多数 但是直接选民是少数 那么当民主党说这个 代意志 不好 因为他和这个直选的 这个选民 直选民主 或者说 你这个代意志民主 选出来的结果 你直接民主选出来的结果 不一样 那么这个选举人团的 这个制度 是不是需要修改 是不是还不够民主 那么共和党人 某一个共和党的这个 听说还是参议员 或者还是一个将士 我忘了 一个professor 他就回答 他说 美国本来就不是民主制度 而是共和体制 那么他这种 这种说法 反驳 马上被这个民主党人 抓住了把柄 因为他们从国父们的话 话语中证明 美国是民主制度 他们讥笑 共和党人怎么突然开始 害怕美国的民主了 那么如果是共和党人 应该是 就是说 就是说 赞成美国是民主制度的人 应该理直气壮的承认 美国的民主制度 因为大一致民主的结果 它是以贤主人团的 多数票原则来定的 而不是根据 直接民主的 这个投票人的 多数票 这个原则 来 来进行选举的 因此 你这个 带一致民主的选举结果 当然就有可能 与 直接民主 那种选举 选举结果不一致 但是这种选举 它是符合宪法的 叫做 Constitutional Majority Rule 是吧 是多数法则 并没有违背 只是你这个多数是指的 什么多数 是宪法规定的这个多数 是选举人团的多数 而不是选举人的多数票 因此呢 并没有违背 这个Majority Rule 这个原则 因此 你如果说 我们 就是 不是民主制度 我们是共和制度 我们也不是Majority Rule 我们是Majority Rule 那你不自己给自己打脸吗 所以说这个 美国的 单一致民主下的 多数同意 Majority Rule 这个是对的 不是 少数人的统治 没有违背 多数法则 而只是这个 代义制民主 它是一个 共为理性的 全面的 保护了少数人 和少数人的那些州的利益的 一个长期稳定的 反映了整体利益的 更加进步的一种民主制度 我认为 所以我就 就一些 一些错误啊 就是关于直协民主 间接民主 代义制民主 共和制等等 这里面会出现的一些混乱和 和错误 我把它再 说一下 因为上次 有这个问题 我以为这个问题不是那么普遍 后来在与方局啊 等讨论的过程中 发现有这种说法的人 还有 就是一个是我在推特上 听那些自媒体人就有人说过 他说美国不是民主制度是共和制 然后呢 我也听 有些文章上也这样讲 其实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几种误解 一个是对 直协民主和代义制民主 在国父们 当初他们在用词上的一种误解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些人在辩论的时候 林肯去否认美国是民主制度 来为了辩护这个 辩护这个共和党 他们这个整整选举 选举获得了成功 但是他们的直选人受少 为这个来辩护来否认民主制度 还有就是 有时候人们在说话的时候 他那种不严谨的一种表达 比方说 有人说美国不够民主 利于没有同性恋的这个婚姻合法化 也有人说美国的这个不够自由 因为政府这个强制疫苗令 欺态了人民的权利 有这个暴政的行为 这些我们在讲民主 美国民主不够好 不够有缺陷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说美国不是民主 或者说美国已经在实行暴政等等 这些它是一种 一种不是很严谨的一种表达 就只是说这种 过程中出现过某些现象 有些人认为不够民主 有些人认为不够自由 但是这一些都不能否定 美国是个民主政府 民主制度 或者是民主共和制度的这个事实 好 谢谢大家 我就刚才宜超讲得非常好 几乎把我原来想要准备的东西 全部讲完了 他讲得比我好 那我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 大家可能都会注意到 就是现在欧洲传统的基督教国家的话 现在涌进了很多很多的穆斯林 欧洲大概4.5亿人口当中 大概有1500万穆斯林 占到他欧洲人口的3.3% 美国也不差 越来越多的穆斯林 进入到这个国家 那么美国大家都知道 是宗教自由的国家 他拥有各种宗教 practice他自己的 对上帝之间的关系 但是有的宗教 大家都明白 就是说他有一个特别的一种做法 就是说在他们自己的社区 他要实行他们自己的立法 像伊斯兰教的话 他有个所谓的Sharia Law 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虽然这种大规模的情形 到近代才出现 那么事实上就是各种宗教 同时存在的情形 在建国初期的时候 那个建国先父们 他们早就已经存在 包括基督教的各种教派之间 他们自己的互相之间迫害 然后甚至对很多很重要话题的 不认同或者做法上不一样 那么究竟是建国先父们 他是怎么看的呢 宗教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到底有没有什么边界 是不是说我可以有权利做任何事情 只要我认为说 我相信的上帝是要我这么做 是不是就这样可以的呢 那么这个答案事实上是很明确的 在建国先父当中 他们的建国原则当中 他就说 如果你对上帝的旨意的解释 违反了 违反了宪法所规定的保障 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宪法原则的话 那么对不起 那就不是你的自由 那有的宗教 有的人信徒就相信 说我的上帝要命令 这个小孩子要献祭 献祭就说放在火上烤 然后来取悦上帝 那在中美洲 就有这样的宗教 那这在美国是不被容许的 因为它违反了 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的 那个宪法的原则 哪怕你是说 我是中美洲的某某部落的人 这也是不被容许的 还有一个例子 再比如 在现实当中 在巴基斯坦 就有很多人认为 如果问起他们说 为了宗教的责任 为了取悦他们的上帝 可不可以杀死基督徒 异教徒 就是他们眼中的异教徒 而他们当中的确实也有人 恰恰是前伊斯兰教徒 而以后呢 皈依了那个基督教 他们是前穆斯林 那么就有的人 就会相信 把这些人杀害 所谓的叛教职 是他们的天职 是上帝所允许的 那么很明确的 国父们就会说 不宗教自由 不是这个意思 你必须要遵守普通的刑法 来实现 来遵守 美国宪法的原则 就是保障生命自由 生命自由和财产的 这样的一种宪法原则 因为你是在这个世界上的 社会契约之下 这个社会契约 在制定宪法的时候 那些建国宣传们 他们是这么一句话 来结束他们的独立宣言的 他说 他们说 为了支持这篇宣言 我们坚决信赖 上帝的护佑 上帝的保护了 以我们的生命 以我们的财产 和我们神圣的 相互之间的名誉 我们来彼此宣誓 然后他们再签字 在这个独立宣言上签的字 好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 这部分内容 他讲得很细 我觉得讲得挺好的 他联系了很多 我们现在的一些 国内外和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上的一些现象 把它增合到这个课程里面 好像到车里掉了是吧 不要紧 我们一边等一边 一边我们随便聊吧 我在听这个讲座 非常非常感动的一点 就是他在讲到那个美德的时候 跟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那个美德 似乎范围更加完全 我们传统所听说的美德 往往是相信 然后顺服 是很显然的 但是在 他这个里头所强调的 品德的培养的有一种 有一种 阳刚的一种气质里面 包括是警惕 警惕 那个政府方面的暴政 而这一点就是 如果说不是刻意养成的话 人是很难 很难就是去 去培育 甚至父母亲 甚至也很难去培育 这种品格的 对 他这里讲的就是说 人的道德品质 与整个宪法里面所推陈的 这政府的目标 就是要保证人们的自然权利 这个是一致的 就是说 你怎么保证你的自然权利呢 一方面 或者说最大的一个方面 就是要防止权力 power 政府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因为人民之间的这种争斗 他有法律 他还好办一些 但是权力 因为政府他具有的这个权力 就和个人来比是不成比例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说你没有依据宪法 来守卫自己的权利 来对抗 但政府要剥夺你权力的时候的 你这个勇气 你这种认识 我有一个问题 我问余超 就是 我们知道奴隶 奴隶主的财产权 还有奴隶的自由权 我们都知道 这个冲突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我可以先说一点 等他一下 所以这两个 就是奴隶主 他有他的财产权 对吧 然后奴隶 他有他的自由权 所以这个就成为了 不可调和的权利 也是为什么现在呢 很多人指责 Jefferson 指责他们 华盛顿指责他们有奴隶 所以他们这个建国的初心不忠 说他们这个是 其实心里没有反对奴隶制 所以给他们加了很多的帽子 但是他们处在一个分水岭 这个分水岭是什么呢 在人类的历史上 有奴隶制度的时间 要长得多 多得多 一直到那个时候 建国的时候 人们才有这样的可能 把奴隶制废除掉 因为有的人他觉得 我虽然有奴隶 但是他就是家里的奴隶 就是这么下来的 我也不能毁坏自我的生活 对不对 那么国父们 他们所做这个 独立宣言和宪法 为了以后废除奴隶制 指出了一条很鲜明的道路 但是在那个历史的契机上 他是没有办法 就是一夜之间 把所有的奴隶全给解放了 因为有很多的事情 你的这个目的是对的 但是你在做的过程中 你需要方法 那么他如果说 一夜把奴隶解放了 他们的安排怎么办 这些奴隶主的 这些劳力需要怎么办 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那么一直到福西尼亚 应该是福西尼亚州吧 就是有了一次奴隶的一次革命 奴隶的一个革命 把那个农场主也杀了 然后就有很多的 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 福西尼亚州就开了这样的会 要说我们要用这样的 不同的方法 在财政 在各种运筹安排上 我们要做这样一系列的措施 把这奴隶制度给解决 可是有的时候历史 就是因为一件事没做到 所以历史就走向了 另一个方向 什么事呢 他们这个方案都出来了 但是没有去执行 因为最后说 让我们再等一等 看一看下一步 有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再去实行 所以说呢 这个纸上探柄 福西尼亚这个机会就失去了 这个事件之后呢 就一直导致了林肯 这个南北内战 因为奴隶的内战 所以这个结论 这个冲突是怎么解决的 那就是美国的内战 向我说明白了 是吧 我发表一下个人的感慨 就是在美国先贤 他们所看重的 有关国民的那个性格和道德 养成当中 就是说他们有一点 就是鼓励那个国民 要特别警觉政府的暴政 以至于到必要的时候 人们要有这个勇气来站起来 那这个让我想到 就是中国的 中国人的社会当中 有两个节点吧 两个现象 我注意到的 一个是大家知道 有关武汉肺炎 最早开始 报 意报给社会的 李文亮医生 在他生前的话 他就有过非常 一起欠的 大家都知道的话 就是说 一个正常的社会 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连一个 就是说普通的一个老百姓 知道的这样的事情 那么 这个是一种愿望 那如何 能够来扶持这种 能够敢一说话 然后有这种勇气说话 所以 当一个国家能够 如果说能够 能够扶持 这个 能够敢一讲真话 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个国家是正常的 那么 另外一个 一个现象 就是说在台湾 我们现在都知道 民进党 民进党在执政 已经经过两次政党更替 已经16年了 那么当民进党的 现在在权的 在权位的那些人 他们在谈起 说将 从前他们刚刚起来的时候 他们为了败票 为了获得老百姓的 普通选民的支持 他们真的很 那么他们当时呢 对热情 支持他们的民众呢 非常感谢 而那个 支持他们的民众 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他说 我并不是因为 来 就是 我非常支持你们 而给你们 就是很多支持 从我心底来说 我并不是很支持你们 但是 我只想看到 这个社会 这个正常的社会 要有个健康的反对党 然后来制衡这个国家 所以 这个上头 你就可以看到 正常的民主社会 是要 需要培植 甚至在美国的话 就是当初 他们看到了这一点 就是以国家的教育层面上 来鼓励 这种国民的 对于 反对 反对派力量的养成吧 应该是 应该这么简单的说 就是说 这一点让我在 在学这个课程当中 非常印象 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就是 可以说 美国跟别的国家 相当相当不一样的地方 好 我讲完了 我放完 我讲一下 就是这个 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力 和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力 和义务 这两句话 都是在这个独立宣言里面说的 在只有两页子 就说了两次 不仅是人民有这个权力 而且人民有这个义务 来反抗暴政 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勇敢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品质 那这种品质 在宪法赋予了你这个权力 你才可能有这种勇气 否则的话 你就不是违法了吗 即使宪法赋予了你这种权力和义务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去执行的时候 是有很大的风险 你可能会被抓起来 坐牢 判刑 剥夺你的这个 工作机会等等 都有可能产生 之后你这个官司是不是打得赢 也不一定 所以说这种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宪法保证这个权力 这是第一步 真正要实行这些权力 我们还需要有很多思想准备和行动准备 而且需要其他的民政的支持 你哪怕不支持他的这个 比方说这卡斯斯基的这个堵路行动 是吧 你可以不一定完全战争 他的这种做法 比方说他可能堵住了交通啊 或者说他有些影响了民政的一些方便啊等等 但是他的这个权力 是宪法规定的 是应该拥护的 他也是在为你而战 因为为宪法而战 就是在为每一个人民而战 因为这种 这种拥挤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比方说我反对这个打疫苗 我反对这个强制疫苗 我也不是想很想去打 但是你不打的话你就不能去上班 在面对这种选择的时候 一般人都做不到 就说那我就不去上班了 我不用打 或者说我就去找官司 一般人都做不到 所以这些卡车司机你说他如果他也去打一下疫苗 然后他就可以进美国去工作 他实际上他省事的很少 他要来反抗这种强制力 为自由而战 昨天我去参加了他们的这个 昨天没有游行 但是有很多人就在那个警察堵住的那个路口啊 大概有好几十个警察站在那里一排 然后人民这边也站了一排 和警察距离就就是一米的距离 就是你脸腕着你的脸 他也腕着你的脸 你就是这样对着他直视 你可以不说话 也有一些人在说话 有些人举着旗子 举着那个牌子 也有人就什么都不 就这样看着他们就长达这个一两个小时 就是这就是一种永迹啊 因为这种天气那么冷是吧 但是这个整个人民这边就那种感觉 就好像是一家人一样 我们就在这里为这个国家而战啊 就是为这个自由 为我们的自由 为我们的这个宪法而战啊 你那种你那种感觉 你那种勇气 比你去为了自己的一个失利 或者去做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种对权力的争取 对你就是说这个勇气是 是应该是很难得的 我们应该支持 就这个意思 谢谢 分享一个在推特上看到一个推啊 因为今天虞超讲到了有关就是美国的先贤对家庭的那个看重 那个推特上有一个大家知道有一个姓徐斯远这个人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他就分享了一个故事 他说他去到超市去买东西 然后呢 有一个黑人跟他说他说他问他说你结婚了吗 他说我结婚了他说你有孩子吗 我有孩子 然后呢他就给了他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现金 那他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后来他的推下呢 就有很多人就是帮助他解释 说是怎么样的 就是有的人呢 他说他知道在黑人当中呢 就有一个有一些自发的一个团体 说他们呢就是针对他们族情当中有很多的家庭没有父亲 他们深感就是震惊了 于是呢有的人就是开始做一些volunteer 也就是说如果看到这个人 他作为一个父亲又是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的话 他们认为就是用这种很简单的事情发给他一百块钱 然后来鼓励他们 鼓励他们就是勇于承担家庭的责任 作为一个家庭的对孩子来说 父亲的那个law model是非常重要 那么有人就向他解释了这个现象 那么他实际上就说被那个贺人认为 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应该给予奖励 所以这个小故事呢 让我联想到今天所讲的美国的建国原则当中 对家庭的关注 我觉得有点关系 而且是非常对于这个国家当中 有很多人来来关心这件事情是非常感动 好 我放白 我讲一下那个关于关税 刚才讲到关税它是为了保护 但是这个美国的情况是这样 美国还是一个能业国当初 英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国 殖民地经济的特点我们都知道 是这个主要是原料输出到英国 然后英国再把这个制造品卖到美国 来赚取这个钱 在这个过程中呢 所以美国是吃亏的 独立战争以后呢 英国为了报复这个美国 就限制他们的原料出口到英国 同时呢 也把他们的这个商品 在美国实行这个廉价的倾销 故意的想把这个美国的经济给 不让它这个制造力发展 仍然一个是报复 另外一个就是限制它的发展 国父们当时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呢 就是由于这种贸易带来的巨额的逆差 对美国来讲是逆差 导致了这个工业的 那个首工业的破产和很多人负债 面对这种情况 他们就觉得应该提高 开始增加关税 增收关税 但是他们但是算了一下 他们只能把关税提高5% 就只能收5%的关税 如果再提高的话 就是说会支撑不住 就是说因为你的太落后了 你的这个制造业太落后了 你要发展 你要和英国的这个产品进行竞争的时候 你不 他们算了一下 至少要提高到25%的关税 才能够保持本国的这个制造业的 不被这个竞争值给吃掉 但是如果他把关税提高到那么高的时候 这个商品的价格就提高 这个人民他支付不起 因为当时美国和英国比他贫穷 他支付不起 所以就是一个很两难的问题 当时在美国出现这个情况 但是他们明白 我们一定要支收关税 才能保证美国制造业的兴起 所以但是 当初虽然没有做到 只增加了5%的关税 但是在后来的和这个英国的两次战争中 战争给了他们机会 最后美国几十年后 把关税提高到了25% 美国的制造业才开始成长起来 就是说这个关税 是保护这个国家的人民 以及保护这个国家的工业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你们提到了关税这个问题 另外还讲一下 与这个课相关的 他讲的这个货币发行 其实这个货币发行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 也可以有些朝代是允许 私人筑钱的 就是说你 因为他那个时候都是贵金属 就是贵金属 如果你的城市是达到了标准的话 你可以去 就铸造那个钱币 私人可以铸造钱币 只要你那个城市 和政府规定的那个城市是一样的 你是可以造钱 人民也可以用你的钱进行流通的 这个是可以的 那么牵涉到这个纸币 那他的问题就到了 你的纸币你发行 你的这个是以什么为基础呢 为基准呢 那么现在美国政府 他其实是有规定的 你的这个纸币的 比方说 在这个布林顿 司令体系崩溃之前 美国的每一美元 他的含金量就是 0.1 0.0 什么188 安斯吧 大概他有一个比例的 就是说美国当时 应有世界上 四分之三的环金的储备量 然后他发现多少美元 每一美元 除上他那个 他这个环金的这个量 这就是他美元有 黄金的背书 因此他的美元 一美元 他里面是含多少黄金 可以去兑换的 比如说我拿着一个美元 我可以到银行去兑换 与这个美元等值的 黄金的数量 黄金的这个重量 因此他这个纸币 如果说有金本位 或者说银本位为支撑的话 他的发行是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 那你私人银行发行货币 也是一个道理 你必须有多少 这个在后面所支撑的 这个贵金属的这个基础 你会发现那个量 你如果说你超过那个量 你的这个纸币就会贬值 那最后美国的这个 布林顿森林体系 他不能够支撑了 到1971年的时候 他就就解散了就崩溃了 就是因为他这个贸易量需求 贸易的量越来越大 商品的量总量全世界的越来越大 那你这个金的含量 他没有跟中 不是金的含量 就是你黄金的这个这个数量 没有随着同度的增加的话 那你你需要印钞啊 因为你你印钞后面又没有支撑 那你这个每一美元的含金量 就会要下降 那你下降 因为你的你的美元和黄金挂钩 而其他国家的货币是与美元挂钩 如果你美元多用的话 那其他国家就吃亏嘛 其他国家的货币就会有贬值嘛 所以最后因为法国 大量的这个兑现 把纸美元兑成黄金 那最后就支撑不下去了 就就这个解体了 不能论森林底细就解体了 那么现在美元的这个发行量呢 现在是由这个美联储来决定 这个货币的发行量 但是他这个美联储 原来人家也说 它是一个私人机构 好像部分属于联邦政府或怎么样 其实我昨天稍微看了一下 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看了 我把我看到的说一下 其实这个美联储 它是在美联储成立的 我忘了 昨天看 它是根据一个联邦法所成立的 这个联邦法就叫做 Federal Result Act 根据这个联邦法成立的 而且它这个美联储 都是属于联邦政府下面的一个agent 所以说你不能说它是个私人机构 而且它也没有其他私人投资在里面 它并没有 但是它是由一私二家银行 所组成的一个系统 它叫美联储系统 其实有十二家银行 那么这些银行都是属于 联邦政府的一个agent 一个机构 但是为什么又说 它是一个私人机构呢 是因为它这个联邦储备银行 他们自己有股份 就是说他们的股市不能上市的 和这种 它不能上市 但是它因为有股份 它就可以收到这个 风红嘛 它能收到风红 它的股票不能不能有决策权 也不能够买卖 但是他们银行有风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带有私人性质的 那种利润性质的profit corporation那种性质的性质 但是不能说它是一个私人机构 不是 它就是联邦政府的一个机构 它发行美元的方式 也不是说直接用紙币 我就开动 运刷机用多少钱 它不是 它那个发行 它要增加货币 货币投放量到市场的时候 它是通过债券 比方说它把这个债券收回来 它就把货币投放到了市场 或者它相反的 它把这个债券发行的时候 它等于说 就这个过程就是反的嘛 一个是扩大货币的 投放市场的这个量 一个是缩小这个量 是通过在公开市场上 进行债券的买卖 来实行这个 实行这个货币政策的 并不是说我们想象的 它就直接开动机器运钱 我猜即使是中国 也不完全是这样 也不是说直接运钱 因为我之前 我好像看到过一个争论 就是说财政部应该直接运钱 不需要通过这个人民银行来运钱 最后好像没有通过这个提案 就是说如果你花钱的人 你直接用钱的话 你那那个国家怎么会失控 那如果你是通过一个第三方机构 比方说你有人民银行 这样银行他来运钱的话 他来印刷纸币的话 与财政部印刷的话 他之间有一个有一个间接 他就由不同的人 做出决定的人 和这个印印钱的人 印钱的人不是花钱的人 花钱的人他不能印钱 针间隔了一下 那么通过盆栈就不会那么厉害 我就这个题外话 我也不是很等 这是我稍微看了一点东西 和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 我还是说一点吧 我就说我们推广这个101 宪法101 其实我们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办法 可以走一个捷径 就是101宪法101 可以使你的对美国的认识 去焕然一新 可以对这个国家 从根上去了解它 并且呢你可以对当前的问题 你有很深的这种理解 你可以从后面看见 我们这个前面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 宪法101有一个总结的话 这么多课 你可以有一个总结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 1776报告 那1776报告 他把宪法101总结了出来 然后把它精髓写了出来 他是川普在 就是20号那个拜登上来嘛 就是川普在18号的时候 放到了白宫的网站上 然后呢 拜登上来以后 21号就把这个1776报告 给删了下去 现在呢 如果是英文版的 你还可以在白宫的 archive 在他的存档里面看见 因为他毕竟他上过一次 或者呢 你也可以去 Hillstale大学的网站去看 因为他们的校长 就是这个1776 报告委员会的这个主席 如果你想看中文的 那你就Google一下 就是你就 你就搜一下1776 那个中文翻译 也可以 但就是说一般来 会就会引到那个 到燕分享的 就我这网站 就是和大家说一声 这个精髓吧 还是1776 大家晚安 非常感谢 欢迎您 欢迎你们 下次再来参议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晚安 我就想 哦 三下 三下 请说 我就说想 谢谢你们 每周都花时间 来跟我们说这些东西 非常感谢 都讲得很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的参议 我刚才忽然想起来一个 一个小的idea 就是说 下次我们或者 就是在这个额外的时间 在这 或者在其中的时间 我们可以放一段 1776报告 1776报告 那个 我们也有音频版 音频版就是说 在那个里头 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 那个 那个浓缩的内容 而且都那个文字都非常棒 哪怕是就是 通过中文翻译出来的内容的话 也是非常棒 可以 我们可以下次尝试一下 看效果怎么样 好 那感谢各位今天的参议 我们下个礼拜天 晚上 美东时间 晚上8点 我们 在这个空间相遇 好 感谢大家 大家晚安 谢谢 谢谢大家 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